都蛤的 農民抓起整把花生 根部嚴重結球 沾滿爛泥巴甚至都發芽了 大雨框下 花生被禁食在土裡 散發臭味熟成慘兮兮 幾乎只剩下一成 一旁玉米田也很淒慘 受大雨強風 一大片玉米田東倒西外 有的還泡水 辛苦栽種的玉米被這樣摧殘 農民心痛到不行 受美劇影響 雲林農作物嚴重受損 外玉米田約351公頃 受損面積就有72公頃 受損率高達30%以上 你這樣拔倒的時候 頂頂踏踏踏的時候 它吸收太陽暖度受影響 三年會比較不好 所以一般我們出來外面 你如果說 有夠多45% 就是都要給人 已經符合天然知道 叫做標準 超過30% 玉米最近不起風吹 近期卻因為梅雨封面 不時降好雨伴隨強風 導致護衛地區 玉米田倒伏受損嚴重 讓農民苦不堪言 希望這波雨勢趕快過去 接著廖咪楊敬謝雲甄與您採訪報導 我心想請你